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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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补风波是来自辽宁的选手 应该说是酒精沙场的 易林豪杰了 今年已经是50出头了 谢敬作为上海的年轻选手的后继之秀 应该说也是正当年 还不到30岁 所以说他们两个应该说是差了两个时代的选手通胎竞技 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但是普特达确实 他的一直活跃在向脚上 应该说还是非常敬业的 针对此红方就采用了冰三进一 先来欺负一下黑方这个八路炮 看看黑方怎么动 黑方走炮八进一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走炮八进四 弃子 红方的想法就是 如果你炮八瓶三 现在把我这个马打掉 那只能换鞠 先把这个鞠杀回头 然后红方可以鞠九 鞠九 鞠二 这个先手挺多的 对 对这样 换鞠 换鞠 因为这个妻子比较敏感 稍微一动他就碰 鞠九进二再捉 黑方只能炮逃 逃哪里都不太好 你进一步他就再捉你 对 然后平一步他就马四进五 总之呢 以后红方有这个马四进五的先手 这个棋应该说 黑方虽然吃了一个子 但是后手太多 对 这个棋就是说黑方不值 红方这个炮八进四 还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走法 对 如果你足迹一拱呢 红方继续 走炮八瓶七 对 有炮八瓶七的手段 出鞠 马四进六都有 对 所以说黑方呢 选择了一路较为稳妥的走法 走鞠一瓶六 黑方也这么捉马 对 他掌红剧的意图就想捉马 对 那红方呢 正好有这么一个马四进三 这样你又炮八瓶七不能打了 一打你这个马呢 登过去的时候 这个局呢就在红马的攻击下了 接下来呢就是 黑方也就相当进行补补了一手 对 因为黑方这个棋呢 毕竟中路呢 要加强 要巩固 对 也防止了炮八瓶七 这个先手 那红方还是 气质 对 他继续走瓶炮 他也不是气的 你这个马不能打 对 现在依然不能打 这个 就红方这种攻法还是挺 挺新颖的 对 最近一顿呢 就是黑方走炮八瓶四呢 这个比较流行 因此红方呢也是在设计 如何呢进一步 加强黑方防守的这个难度 那这个时候黑方走的一个好区 局部呢就走一个局六平二 平局 对 这时候就可以又可以打马 又可以暗中保住这个二路炮 对 一招两用 对 那红方呢马气退五 等于双方的这个布局啊 应该说这个走的还是都很不错 就是说这个 子力呢协调的能力都比较好 等于红方呢 也没有占得更多的这个便宜 那走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黑方呢 可以考虑项目进行把它飞掉 毕竟这个冰的比较大 那你妈我去参赛走呢 我就可以泡花瓶 我把你再换 那就可能简化局势 局面的就比较平稳 那黑方要想保留复杂呢 走泡花瓶一也可以考虑 就把这区量出来 我就让你这个冰过河 一会儿老有巨二进二的棋 这个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实战当中呢 黑方走了一个泡花瓶四 应该说这招棋呢 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应该说不如这个 我们前面给大家推荐的两种走法 更为符合当前的这个需要 那么接下来呢 红方呢 这招棋呢 走的呢 还是很有力度的 就四两拨千斤 我送一个冰给你 我能征到先手 现在你不能泡耳平我 因为我先吃泡 前来我有再捉泡 把你泡赶走了 黑方的子力还没有出动呢 那黑方只能把这个冰吃掉 对 然后红方这时候跳马 这儿红方呢 征到了一个先手 等于这个马呢 率先的这个跳出来了 那黑方也只能泡八尖一了 对 对 先躲一步 那么走到这儿呢 就说 因为红方又拿到了先手 但是后边这个棋怎么去发展 这个就是 就像你那样的一样的吗 我会听到这儿呢 你会听到这个马铁是吗 对 就像一样的一样的 这儿呢 就像一个人抗力的 把马铁也都在一样的 这儿呢 那不是 但是这个马铁也都在一样的 有什么东西呢 另外一个就是保留一个复杂一点的变化 就是洪芳呢 就不走马三退四 对直接走G9进二这也是可以的 好先直接掌一步 对然后看看这个变化再说 对总之呢这两步棋呢都是洪芳啊比较好的走法 那时代当中呢洪芳呢这个走了一个G9进一 这招棋呢看起来是一个显手 对啊这正好捉一步也看黑芳表态嘛 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假招 但是黑芳呢倒没有捉住它 洪芳这招G9进一呢倒是达到了 对啊这招G9进一步 在这里还是有威胁的 接下来黑芳走G2进2 对黑芳去2进2捉这个炮 然后洪芳马三进四后马一登G 对那这个G呢没有好路 黑芳选择了退两步 但实际这个棋他应该走退三步 这个退三步将来这个G要灵活啊 对还可以生根 但实际呢他这个就是忽略了洪芳这个有这么一个强手 其实就是张老师看这个局面 我觉得洪芳的压力应该很大 这个炮有丢 对而且这个两个G都没有出来 都都属于这个很被动的一个局面 但是洪芳呢 对但是没有那他后来走的运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对 形成1G2这个局面 跟实战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有一点区别 但是它G9平8的这个棋等于走缓了 然后黑方的这个时候 来 我们继续往下讲 它走POWER平6 这个棋反而不好 它这应该走什么 它应该走什么 这个时候 黑方呢就是现在来不及逃了 就应该赶快向五进棋 避免你炮平5打僵 对 现在你吃不了我狙了 那我也只能吃炮了 那我正好把你这个马打掉 红方只能去蹬 黑方在聚三平四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尽管有一点先手 但是这个子力啊 都陷入黑方这个阵型了 很难这个发展 这个棋 不出意外的话呢 黑方是可以守住的 所以黑方呢 这个相互经济没有走出来 这个相互经济是最顽强的一个招法 对 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实际上呢 它走POWER平6 这个棋就让红方又便宜了一下 这个时候红方 POWER平一打僵 对 黑方 那黑方也只能这个马骑进了 对 反正两个马都差不多吧 反正红方呢 迫使黑方一拘 换二 这个时候它也就换掉 它不换呢 它也顾忌多 总之这个棋还是不好下 这两个炮位也不是特别理想 换 灯 它去三平六捉了一下 然后它回来了 它先躲炮 它怕这个两个炮被捉 它拘二腿三 它飞了个像 它先补一手 我觉得它还挺老练的 它不让租三进衣冲 对 然后这时候捉 捉 然后聚二推三 对 聚二推三 黑方这个棋呢 就是说它的位置不太好 它走炮了圈 对 在运 红方式的酒 也不理它 黑方也拱了个 对 黑方是实战选择聚六进衣 不过这个局面 就是张老师 你看这个棋 就是双方 大子是一样的 红方多个中兵 但是走到这个局面 当时我想红方可能是稍优的局面 就是黑方怎么能 更好的 更顽强的这样 这个防守 这个棋啊 就是黑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实际当中 它受时间的影响 是 因为这个棋 这个中兵早晚是要渡核的 你是挡不住的 就是差一个中兵嘛 对 但是差一个中兵呢 就是致命了 这个棋 红方没有中兵 这个棋 红方就赢不到 就差这么一个中兵 对 这个中兵很大 那这个我们中场呢 又稍微休息一下 随后呢 我们将给大家讲解这个 精彩的这个后半局的 这个残局大战 朋友们稍后再见 这个棋呢 就是最主要是黑方呢 比较尴尬在哪儿吧 他如果走马三进五 这个对马的话 红方可以去八进二 对 这样 控制住 就是说 这个棋一旦呢 再对掉马 再对掉一个局 就形成这个局兵对双炮的这个棋 红方一旦形成了局双兵 对你双炮上权 那么黑方将很难防守 所以红方的中兵还是很重要的 对 可能先走组组基因 比实际上是不是要好一点 对 他在居住基因也没有什么大用 他也想马三进五 对 就先掌局看上 对 然后这时候把兵打 这儿红方兵一进 不给他打这个兵 对 就说黑方虽然吃了个兵 但他的位置呢 又比较差 这个三个炮暂时回不去 对 黑方一拱了个边兵 他看也没起走 对 黑方可能觉得红方暂时也不好进招 对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得非常好 走马四进二 看着红方呢 似乎没有前进 就是向前推进的这种系数了 对 但是红方突然呢 使出了一个杀手锏 就这个棋一般来讲 这个位置比较差 一旦跳不好 可能就是一个坏棋 马是往这个边路上跳 太偏了感觉 但是呢 这个捕特大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体现出这个身后的功力 而且对这个坛面的这种理解 就是说我这个马尽管位置很偏 但是恰好呢 能攻击你 最主要是我两个区联络了 将来有对区 然后掩护中兵渡河 这么一个手段 对 黑方接下来呢 走区一 他准备区六平八 来拽 但是红方就不理他了 红方这个中兵就有前进 中兵很厉害 你如果拉 他没有用 他边五基因过河 下部兵五平四拱你 然后将来马尽厅四就升脚了 对 那黑方这个时候 居六平五 来盯入这个同兵 希望能够延缓红方这种攻势 对 红方这个时候这个马呢 看着很别的一个马 又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他可能在马斯坚二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这个局面 对 那红方这个构思呢 应该说是 非常的深远 对 体现了这种 有居杀无居的 这个特色 这个马看起来没有好地方运了 然后他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马森基因的手段 我走 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 这个红方也不是特 他担心自己的马 有危险吗 后来一想这个 后来从结果来看 过程来看 这步基走的真的是很好 对 红方呢 就等于这个运马如龙呢 体验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置之死敌而后生 对 看起来这个很别扭 要丢了这个马 但是呢 正好极大的牵制了 黑方的这个此地 然后中兵渡河呢 已经势不可打 对 因为你在局平五 我最简单 居二接二为对局 对了局以后 我马将来也能翻出来 而且中兵也即将渡河 那么黑方准备 来限制一下红马 恰好红方 居二接三呢 又是一个绝对的牵手 那还得落中相 对 他中相在落的时候 红方就兵无极力渡河了 对 红方这几步棋都是 走好了 正好中兵就能冲过去 对 等于红方呢 通过这个精巧的构思呢 终于把这个中兵呢 挺过了 而且让黑方呢 对这个红方这个边板呢 无可奈何 对 因为居二接二的时候 他正好掩护 马一去三能够退回来 这个马捉不死 而且这个棋呢 将来下部棋 红方要有狙八平三 把你这个七路炮盯住 有兵股平四 拱死炮的这个手段 对 所以这个棋呢 红方中兵渡河 而且这个狙马配合呢 应该说已经形势呢 非常的优势 对 狙八平三是不太厉害 局面呢 也是得到了这个 非常实质性的这种进展 对 就说我中兵渡河了 你挡不住我了 我这个攻势呢 即将展开 对 黑方无奈的情况下呢 怕他走局八平三 他先去抛弃架 对 这个时候红方就走局二对三 对 退回来 对把局退回来 现在准备 局二平三给你对这个局 那黑方也没办法 嗯 黑方这个就挡不住了 对 他也就先补了一手试 对 1415 这个时候红方就局二平三一对 对 黑方也只能接受 红方向前三一飞 对 现在的问题的就是 黑方这个两个炮啊 他不能够回家去掩护 自己的这个 啊 棋子 对 马也上不来 炮也不能打兵 一打兵他局八腿一 局八腿一 捉双炮 就形成局八兵 对马炮了 对 这两个炮就是 就真的是回不去了 怎么 这个炮平的话 他一直平局住 嗯 哪个炮平的话 都会平局被捉住 这样 然后他 嗯 炮三平四啊 他想赶快把炮收回去 对 然后他 嗯 对 他走了一个向七进步 哦 他先飞了一个向 对 他是想 就是先看看红方的态度吧 那红方 对 红方落相 他 就马一退三嘛 他也不肯 他就再飞起来 对 因为吹马 又把这个背面登住了 对 就是想先防止住这个马位吧 如果你这个骑走 居八平三的话呢 他倒是有这个炮起平 打边兵了 嗯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他走得好 他不理你 他用中兵去这个 摸住你的这个项 对 因为这个时候 黑方不好走 啊 黑方这个位置啊 比较尴尬 这个子力也上不来 他走 炮三平四啊 对 这是我平号了 然后他居八平六一坐 等于红方啊 这排骑呢 就是后边呢 就是展示了这种残局 这种鞠的强大实力 这个骑啊 有一句谚语 叫做一鞠十字寒 就是说他这个鞠啊 正好是像中国字 这个十字似的 横平竖直啊 这个纵横 这个力量非常大啊 他炮四平二 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居六退一 捉的话呢 他还能退炮打 对 暂时没有什么用 红方呢 这个时候他就比较果断的呢 把这个 对方这个 对 就换了一个像 对 先把他干掉 黑方呢 就只能去飞 对 然后红方这个嘛 因为你退炮打了他居六进四 对 你要马三进五登呢 他居六平八 对 没办法 他只能飞了 那马一推二回了 嗯 这儿呢 等于红方呢 中兵呢 急之破掉一个像呢 他最大的好处呢 是这个马呢 走到这个卧槽这个地方 这个马 已经把黑方这个子力啊 全部牵死了 对 应该说呢 红方呢 这个棋局呢 也向这个胜利呢 顺利的啊 在前进 对 红方这个从 终极阶段 这个马就运得很好 现在终于顺利 对 从拐角边路一下子走到了 现在准备距离三啊 对 然后黑方就退回来 先看住这个像吧 对 然后红方暂时呢 也不着急 因为你要捉他 他还有捉 炮七平六的 你要横着他就炮七平六 对 你暂时呢 还捉不死他 对 你将他电炮 红方的策略 就是来赶你这个炮 不让你炮轻易回去 对 然后他再捉六进三 红方这几步棋 都走得非常的老练 也不着急吃子 对 这个棋就是黑方呢 这个非常被动 因为马特尼斯也不能跳 跳过拘六平八 底线还有这样 还有挂脚 这样马尔子四有这样 所以说这盘棋呢 等于红方呢 全部呢 把黑方控制住 对 那黑方呢 这个无奈 先防守一步吧 炮右回撤 对 红方这个时候就 这个看到位置 已经都走过的够好了 就这个来进一步 消灭对方的物质力量 对 平均坐马 嗯 就只能回去 这个棋啊 最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 通过这一轮的这个战斗啊 这个握草马呀 把黑方定死了 对 这个等于黑方 你看他两个炮都去防守 对 他已经很这个吃力了 但是这两个炮呢 这个炮这个主要是 丢了一个像 如果黑方这个时候 再多一个像的话 那这个局面是怎么 就说红方要想取胜呢 还得破费周折 还得再吃那个兵戒 哦 还要走很 但是现在由于残一个像呢 就黑方呢 防守起来的难度就非常大 对 红方去鸡腿一吃 这个像呢 丢了以后 那个兵兵再丢 那么就有可能形成 至少红方胜鞠马兵 对你双炮马 对 并且你是残像 或者说无像 嗯 并且这个兵呢将来也要丢 对 这个兵啊 黑方吃不掉 嗯 所以说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黑方也非常痛苦 这个棋 嗯 其实 江老师我就在想 嗯 红方这个从中极 中极阶段 这个马斯基尔这部棋 对 他难道 他怎么会有这么大勇气 会马二次三 马三次一 他后来竟然会预料到 他能马一推二 能回来 就是这个控制局面的这个能力 真的是很强 对 所以说呢这个残局啊 好 之所以我们把这盘棋推荐给大家 嗯 就是红方从马斯基尔以后呢 走得非常的精巧 对 这个鞠马残局这个配合 就是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呢 始终呢完全控制着这个局面 对 他当时如果不走出马斯基尔这部棋 他这个中兵还暂时过不去 还 还有可能还走入很漫长的一个局面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呢 就是防守起来就是 太吃力了 对 因为俗话讲呢 这个知己养鸟士不怕马来讲 对 他这养鸟士呢 现在来不及支 当然说你事故金色 现在常行支呢也可以 但是红方可以先手把你这个像也吃掉 足也吃掉 那么黑方呢还不愿意呢 把这个试像呢都丢掉 都丢掉以后 早晚也难以摆脱这个失败 那所以黑方又丢上了 他又再次回下 对 希望呢 这个棋呢能够有所改观 所以红方这个地方他走得很实惠 他最主要是把你足一吃呢 等于把你这个根拔掉了 对 又要杀相 那么我们看最后几招棋 红方走的也 也很到尾 他拘棋进三一走 这是一个叫杀 这没办法 好像不太好 这个棋呢又体现了红方的这么一种 也是一个象棋文化 你看起来红方这个试像不打人 但是到这种局面下呢 红方这个试像也可以打人了 这个因为呢这个在棋的这个种类来讲呢 因为有的人说这个象棋啊这个紫粒 事项都过不了河 但是这个老总族呢给我们定的这个规矩呢就是这样啊 象棋从这个北宋末年定型呢 发展到现在呢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啊 当然前面还有一个漫长的这个演变的这个过程 包括这个三国象棋 七国象棋等等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呢 定型的子力 还有棋盘的严格呢 跟今天呢就完全一样了 对 那么流传到现在有上千年的这种历史呢 应该说这个老祖宗给我们定的这个啊 规则啊还是非常科学的 目前为止呢 就现在有了强大的这个计算机的转件啊 还没有能把他这个变化的完全穷尽 对 那这个棋就说如果黑方走炮击平六了 我们看红方这个事项就打人了 这个事项虽然不过河 但是我们同样能打人 红方就可以知识 那黑方只能15斤次来解救啊 对 那你要出一桌呢 他还有炮二平六 对 那么红方现在知识完试以后 就老帅也能去打 御价亲征 就把你那炮活活的捉死了 你炮一躲 我就把你挂死了 是 所以说这个残局呢 也体现了这个中国文化的这种啊 呃 一柔克刚啊 后发 先制的这种影响 然后黑方走项五进三 实际上红方也可以再走项五进三 对 然后我把边相推下来 把事再扬起来 就可以迅速得子 但是这段期呢 红方呢 走的也比较含蓄也是可以 他走十五进四 对这个残局阶段 这个事项也都用上了 对 下不齐 那红方就是准备走项五进三啊 假设比如说黑方不走齐 对 假设黑方不走齐 对 因为这个漆盘可以这么摆 对 我项五进三一走 又要挂脚又要卧槽 对 你回向 我再走项三退一 你就守不住了 飞不起来了 你再飞高向 我这个老帅露出来 我就马上进四把你尖死了 对 这个事项一路老将 对 所以说红方呢 双杀 这里边呢 就是知识以后就隐藏了这个手段 对 那黑方这个骑车怎么办 他没法守了 就是没法解 他就是把那个二楼炮抬起来了 对 他抬了一步 他的意思呢 就是下不齐我 炮平八来守不守啊 或者如果你向五进三 我向七退我 或者马斯进我 反正他在 但是红方呢 一步退居呢 就把黑方这个炮捉死了 对 黑方如果再抛弃退二的话 他会再抛弃 具体这样追你 再捉 你再跑 他正好把你隔断 对 又是一个捉 这下不卧槽 你就 你就不好救了 对 所以我走到这呢 就是黑方呢 一退居 这一桌炮 黑方看到这个炮肯定丢了 而且这个兵足呢 还解决不了 求和望 那么索性呢 就是主动任父了 那这个棋呢 应该说体现了这个后半盘呀 这个补特大 金身的这个功力 这个居马兵啊 应该说配合的非常好 对 也给大家呢 上了一个生动的一课 好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这个收看 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关注 相机世界这个栏目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